人生不虐一十之八九 我愛的人不愛我 大家好歡迎收看厭世甜點店 我是Nanako 很多粉絲說呢 有貓有狗就給讚 沒貓沒狗就不看 在你鏡頭前面就是一隻最大的單身狗 欸你又變得迅猛龍 狗帶著嗎 這是...這是僵屍 你一定覺得呢 在我們的甜點店沒辦法做出 有貓有狗的東西 我就真的做給你看 一起來做這道 貓狗大戰 棉花糖 喵 可是安海社會的貓沒有貓 母老虎 事實如虎 虎也是貓科動物 在這道貓狗大戰棉花糖之前呢 有沒有看到我們黑板上面 非常不吉利的一個數字 100萬訂閱差87萬 麻煩大家呢 就是再來給我們訂閱下去 好讓我們擺脫這個數字好不好 沒吸喔 吉利丁呢 點成小片泡水 吉利丁泡水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打發蛋白 我們就是用桌上型攪拌器來 是不是這樣子也很像在業配 但是真的不是 好這是我自己的 不然這次把它弄走馬掉 好蛋白下進去 我們用中速把它打到氣泡都出來了 再把糖下下去 你用手持的攪拌器也是可以的喔 但是我就比較懶惰喔 蛋白起初泡之後 我們把糖下下去 一定有很多觀眾朋友 我會說 囊囊口你的人色根本崩壞 你這樣不是最愛用二砂嗎 今天怎麼用 白色砂糖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棉花糖 對 因為我想要棉花糖的顏色接近純白 所以我們就用白色的細砂 然後倒下去 一次就好 好 吃性發泡 好 等待蛋白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把三種材料加在一起 把它加熱到120度 好 白色的砂糖 水 第三個材料 玉米糖漿 缺液不可 缺液不可 中火就好 我們像蛋白打到這樣子 表面上是很細膩的 沒有氣泡 然後帶一點尖角 這樣算是私性發泡 這樣就可以了 一定要先打蛋白 你不要先加熱糖漿 因為糖漿不能等它 跟蛋白蒜的做法有點類似 絕對是蛋白 可以先打好 等它120度 直接倒下去繼續打 這個時候就是要用一個測溫牆 我們採用科學辦案 現在幾度了 現在87 欸 怎麼又辦案 天啊 怎麼被詛咒欸 差到87耶 我希望我們到87萬的訂閱 拜託好不好 大家 幫忙一下嘛 各位老闆 王董很久沒有看了耶 拍了兩年了 一年前的朋友回來了嗎 8萬17萬 對啊 怎麼猜那麼快啊 王董 怎麼訂的沒回來看 你月票都買了 他怎麼都沒有回來消費 這樣很浪費耶 反正我們要從頭開始 120 120 有有120 好 關火 然後趕快把這個吉利丁呢 下下去 下吉利丁一定要 把它拌 好 我們就是一樣的速度呢 然後把它倒下去 我們把糖漿下下去之後呢 用相同的速率跟蛋白一起打發 打到像這樣的狀態 讓它不要太乾 趁它呢 還有流動性的時候 趕快塑形 我們現在做兩種造型 一個是貓貓 一個是狗狗 好 我們就取一點點 不用超過五分之一 加一點紅色的 色素啦 好 花過去就好了 做棉花糖的時候 室溫不要讓它太低 不然你做出來的棉花糖 它很快就 慢慢的會硬化 我覺得可以再紅一點 一定會有人問說 你能不能用天然的嗎 都可以啊 天然的化學都可以 紅橘粉也可以 但紅橘粉的紅色會很像 土土的 個別把它抓到擠花袋的 然後我們準備一個生盤 裡面裝的就是玉米粉 大概一到兩公分 好 我們拿一顆蛋 像這樣子滾一圈 它就會有個窟窿 滾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白色的先擠進去 那自然而然呢 就會有一點橢圓狀的感覺 好 然後這個窟窿是給貓貓的 那像上面那個尖尖呢 我們就手呢 沾一些玉米粉 把它壓回去 接下來我們要做狗狗的造型 下面是平的就好了 我們就直接在粉上面呢 擠一個比較高一點的 你不要離玉米粉太近 邊拉的時候就邊往上 這很像一個彩合碰到 對 然後一樣呢把它壓回去 我們這個狗狗呢 要做出一個鼻子 兩個耳朵 較上面呢就稍微畫一點點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呢給它一個比較大的這個鼻子 圓形的 好了 感覺很像豬八戒 你知道這是狗狗 這是狗狗的 狗狗的奶頭 來 有像這個有像 難怪要粉紅色的 就真的是這樣啦 大家不要看它現在好像什麼都沒有 但我告訴你等一下就不一樣了 然後你發現它上面很尖對不對 這我看出來有個豬 我們這隻是做貓的一個器官啦 貓掌嗎 對 謝謝你 有它夠 這個時候就自由發揮 看大家各位看官自己的功力了 反正我設定的是怎樣 三個腳趾頭 然後一個漏球 好不好 但我沒有貓 所以我就看我自己的想像力 你是做錯的啊 怎樣 我還可以做錯 不是三個啊 至少四個 喔 至少是四個 但有的是三個啊 這四個的給你好不好 因為它其實有五個資料 太累了啦 沒有沒有 它是它看得出漏球 只有四個它的中性 喔 好好 那我給你這樣四個 這樣的話比較像啊 四個的很像冷的手啦 完成之後 旁邊這個玉米粉拿起來 稍微 給它灑一下 幫助它趕快冷卻地形 到時候等冷藏過後 我們再把上面的粉刷掉 那我們狗的胚胎呢 我們也稍微都灑一下 狗就輸出那一塊就好了 你這個手 這個蠻可愛的 這個應該是最可愛的吧 其實我沒想到四個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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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完造型之後 撒上玉米粉 我們等個十分鐘 讓它定型 我們就把粉抓掉 因為它會影響我們等一下 畫柴犬的過程 那我們剛剛有試畫一個 然後就是畫作一個台灣圖狗 然後還給了一顆美人質 準備這個水柴筆 好 用一點吉隆咖啡粉把它泡開 那記得不要它是熱熱的狀態化 因為你明白它會怎麼樣 濃吧 耳朵不要全塗 我們再塗前面一點點就好 把它半圓全部塗起來 我就是像它背面這個半圓 小時候美術客分數都高嗎 很低耶 我被我們美術老師說 你這個知音難選耶 哈哈哈哈 融化一點黑巧克力 就是可以把它點上 他的眼睛跟嘴巴 哦 你看這樣子是不是很可愛 玩外的 厭世的 隨便的 眼神不對 好像臭傷 這個怎麼 哭泣啊 會不會講話 你大白 真的啦 他還在DL 哈哈哈哈 沒有這麼講 觀眾朋友 現在真的沒有在開玩笑 你就是發揮你自己的創意 你想要它什麼感覺 它是什麼表情好不好 好 完成柴犬之後呢 別忘了我們還有貓咪哦 記得呢 記得把它上面的粉刷掉 冷凍四分鐘它就會成型 那冰箱裡面冷藏 一個禮拜把它吃完 單吃 拿來烤 泡咖啡是不錯的選擇 柴犬用的顏料 是濃縮咖啡加水 所以它吃起來 還會有一點咖啡的味道 鼻子跟眼睛啊 還有它的一些美人質啊 就是巧克力融化 記得把它融化多一點 比較有流動性 你比較好畫 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那你就可以跟著你的 小朋友跟你的愛人 一起做出這道 貓果大賽 棉花糖 棉花糖 吃法當然就是有怎麼樣 直接給它下肚 不然就是準備一杯熱咖啡或熱茶 直接把我們的柴犬 丟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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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浮在上面 好可愛 你的咖啡就會多一點棉花糖的甜味 嗯 還沒融化 好了台灣已經要進入寒冷的冬天了 這個時候熱熱的咖啡或茶 配上這個可愛的這個療癒的動物 想必也可以讓你 度過這個單身的另外一個冬天啦 好不好 那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學什麼甜點的話 也歡迎你在下面跟哪那口說 哪那口就會整理資料 有一天真的是會交到 像我們的施康就是 已經有人敲碗了一年 哈哈哈哈 天視天理店每個禮拜更新 麻煩你真的幫我們怎麼樣 訂閱按讚分享 尤其是要開啟小鈴鐺 會收到第一時間首部的通知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大家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 這是科基的屁股 你看 我還有做科基的屁股 但沒有很像 不敢打出來 想說選秀做個科基的屁股 有的會想到小丑貓 欸很像欸 你看你看這個豬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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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多多比較喜歡貓還是比較小狼狗 你比較喜歡狗 哪一種 小狼狗 小狼狗 大狼狗 大狼狗 大家各有所好啦 就是小狼狗 我支持你那一派就對了 我不覺得喜歡這真的是小狼狗啦 只是一直找不到 好 我先找到一個正 正狼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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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狼狗是不好的 對啊 你為什麼要講 這是小狼狗 這是小狼狗 所以我一定要咬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 細膩這樣 珍珠版 對 珍珠版 怎麼那麼會形容 那我是什麼狂 分體狂 分體狂 計程車狂 Taxi狂 知識藍 知識藍 檳榔紅 抱歉 想要政治就會有點狂熱 剛剛跟政治有幫忙嗎 有啊 貓狗不分藍綠 不是吧 網路上說 男生什麼行為最MAN 你說去結帳嗎 口袋拿出來 釣出馬拉利的鑰匙最MAN 我覺得釣出保險套才MAN 是不是很MAN 很熊細 很拋我 今天就是打算跟你大戰一場 貓狗 牠在棉花糖 趕快點回來 趕快